民國101年11月2號 當年桃園草塔消防分隊接獲通報 有人發現在草大國中草場旁的一棵樹上 有個跟籃球大小一樣的虎頭蜂窩十分危險 消防隊員因此立刻前往協助摘除 以架梯的方式摘下離地面有三層樓高的虎頭蜂窩 避免有人受傷 大概在三層樓高的地方非常難捕獲 所以我們就在那個消防側上 經由架梯的方式捕獲一顆一顆籃球大的虎頭蜂巢 然後捕獲完之後 我們用那個殺蟲劑將其他蜜蜂驅趕後 我們就反對這樣 如果說民眾在我們住家或是在野外有發現虎頭蜂巢的時候 千萬不要去驚擾它 因為虎頭蜂它們會有一個警戒的一個範圍 這時如果說你如果驚擾到它的話 它會分泌被弱蒙 那會遭 會遭引它的蜂巢過來 會來攻擊我們人類 原來虎頭蜂中秋節後 族群數量會來到高峰 為儲備過冬的食物和在春天竹槽做準備 因此性情最為凶猛 很容易發生攻擊人的案件 比方當年在苗栗公館就發生有謂一銷捕捉虎頭蜂窝 儘管全副武裝 仍遭虎頭蜂從衣帽縫隙鑽入刺傷 最後不幸身亡的悲劇 因此當年曹塔消防分隊也呼籲民眾 若發洩虎頭蜂踪擊 切護驚慌 最好低伸戶頭 就地尋找掩蔽物 儘快遠離蜂窝位置 並通報消防隊前往處理 或是在登山時 避免穿着鮮艷衣物以及擦香水 以免惹禍上升 記者公共報導